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革命为旧国唯一之手段不可一日还 可畏首畏畏 未能断绝家庭情爱儿 一言中递 我肯从容就义 心之催隔 肝肠之寸断 牧师有之一当为我坠泪 况人也 故为 吾被死而同胞尚不行者 吾绝不信你 是 吾同胞一旦进分而起 克服神咒 重新祖国 则吾被虽死之日 有生之年也 命有寒哉 对此 方生邓同志也对我说了类似的话 他为了宽慰自己年迈的父亲和他的兄弟姐妹 特意写了一封家信 请我代为转计 大姐 我也给父亲爱妻割写了一封信 待我从容就义之后 请务必寄给他们 我一定办到 大姐 不要这样 你不是说过这样的话吗 做一个革命党人 既能慷慨复刑 又要做到从容就义 是 好了 快随我回屋 取我写的绝壁信吧 炙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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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们 广州棋义 就要开始了 我送诸位选丰 八个字 破釜沉舟 灭死招式 破釜沉舟 灭死招式 破釜沉舟 灭死招式 下面请诸位 按顺序 到徐宗汉同志那里 领取武器 你们几位选丰 只管跟着武枪一打响 黄司令 前官手枪和子弹 我也要参加选丰 参加起义 不行 为什么 你看看你这身打扮 你再看看人家选丰这身衣嘱 你行吗 给 对不起 大姐 请各位把剪刀 马上就要起义了 要剪刀做什么 大姐 你就别多问了 快给我拿剪刀去吧 你替我发子弹 好的 您快去吧 来 同志 来 来 你们一定记住 我们的目标就是总督署 来 同志 来 拿着 谢谢大姐 黄司令 请给我一支枪 好吧 到徐大姐那儿去领 批准你加入旋风 是 等一下 记住 你是个书生 枪一响 你要跟定我 我知道了 去吧 好了 再仔细检查检查 好 去吧 克强 克强 谭老 您怎么来了 克强 克强啊 今夜起义 一定要推迟发动啊 为什么 赵生 汉民 接到你的电报后 一致认为 今夜举议 香港党人 无法赶到 请务必 缓期发动啊 谭老 请勿乱军心 我不击人 人将击我 那 那好 请给我一支枪 我也参加今夜的棋 不行 谭老 您年事已够 后世上续阵办 再说了 这些旋风 都是绝死队 您也不能前往啊 还是回去吧 黄兴同志啊 我坦然凤还不到连颇老矣 尚能犯否的年龄 再说 再说你们都敢死 为我怕死 为我怕死 虎 我坦然凤已不怕死 我坦然凤就不怕死 坦然我 我我 我这 这 这 你 你 我呀 不行了 他老 许总看总陣 到 快 我 把坦然送到陈正明家 快快 好 快快快 走吧 走吧 他了 哥强啊 七一大事 会不会因我而败呀 不会 结合 同志们 韩老魏广州起义 开了第一枪 我们立刻出发 攻打总督府 培论 我不是告诉你 别参加今晚的起义 你炸药材能 又留在江南有大影差 黄司令 你就别劝我了 大家都是有才能的人 如果都留在江南 那现在的事 谁去做啊 而且 我制造这些炸弹 威力很大 如果总督府衙门紧闭 或者水师行台难攻 我扔上两个炸弹 保证解决问题 你们说 总督张敏奇 和水师提督李准 现在何说 最好这两个贼色 都在总督府 陪轮一颗炸弹 把他们全解决了 那要是他们逃到水师行台呢 那我就多扔几个炸弹呗 好了 大侠总督府后 立刻去水师行台 除掉李准这个死队头 停止前进 停止前进 降手前进 赶快隐蔽 快隐蔽 快隐蔽 快 想不到啊 我连自己的总督衙门 都待不下了 要不是消息准确 我金业非死在 这些革命党的手里不可 张大人 相信我李某人 今夜我一定会让他们 死在我的手下 真的 再过十分钟 他们一定会向总督署 发起进攻 据我判断 你是张明琪这个宫官 实现得到了消息 下令闭门逃跑 二是 这个宫官 勇意紧闭大门 麻痹我们的警惕性 你说该怎么办吧 方承东 有 把余骗轮给我叫过来 是 黄司令 我的这些宝贝 该派上用车了吧 佩伦 你告诉我 用几颗炸弹 开炸开这个紧闭的大门 一颗就够了 为了保险起见 连任三个 好 林军密 防身动 在 立即传达我的命令 只要炸弹一想 所有的选风 借着硝烟 立即冲进总督府衙门 是 去吧 嗯 上 是 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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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危險 危險 你的槍法很好嗎 我這是第一次在戰場上打槍 怎麼這麼主 可能是天用革命啊 黃鞋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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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庆同志 我抽了个俘虏 你知道 总督张明奇的住处吗 知道 愿意为我们带路吗 愿意 让他带路 走 走 快说张明奇呢 我真的不知道 你说不说 不要再难为他了 他一个卫士 不可能知道上面的事 张明奇走得很从容 我们可能上当了 张大人 当他们发现 这是空城一座之后 就必然向我的水师形台杀来 到那时 刚好进入我设计的包围圈 换句话说 刚好打他个了木房 如果他们分兵 来供水师形台呢 那更是求之不得了 好 如果如你所算 我一定向摄政王 保证你官升三级 张大人 这三级 我是升定了 好 停 敌人可能包围了总督署 快突围吧 皇上统治 快下命令吧 分散敌人的兵力 立刻放火 烧掉总督署 是 我摔步 动达水师形台 知信 走 走 攻下水师形台 快点 黄星 你已经被我们崩毁了 赶快你投降 要不然统统把你们杀杀 黄星都这 怎么办 杀出一头血肉 随我突围出去 冲啊 完了 完了 我的总统署衙门完了 李将军 你快去看看吧 我的总统署衙门 被那些革命党给烧了 张大人 您再用心听一听 我听什么 我听到的到处都是枪声 这说明黄星这些革命党 已经冲出总统署 与我派去的官兵接上火了 是真的吗 和我判断的时间完全一样 你的属下能打败这些革命党吗 绝无问题 张大人 再过几个时辰 天就亮了 到时候 我陪着您一起去总督署前的广场看看 看什么 看我的总督署衙门被烧成废墟吗 是看革命党人的尸体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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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快 攻占城楼 占领直高点 占领直高点 枕탄 狙高点 巨票 攻占城楼 枕棒 牠 丢 丢 臭 利 丢 let 人 打 玉佩伦 打 玉佩伦 冲啊 同志们 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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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志欣 你负伤了 放心吧 没关系的 我还可以用左右手打枪 不行 林俊平 到 快 扶朱志欣下去 是 我绝不下战场 我绝不下战场 朱志欣同志 有捧住革命的宠子 快走 我不走 走 走啊 别 来 让你们尝尝 女赔轮 我们是国民党的大英雄 同志们冲啊 我们是国民党的大英雄 我们是国民党的大英雄 散开 散开 这里也被堵住了 怎么办 黄司令 让我上吧 我要用炸弹炸开一条路 好 炸弹一响 我们就冲出去 是 注意掩护 掩护 炸弹一响 beispielsweise 炸弹 Glory 散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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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朗姑 我拨打一下 咱们的选风剩下不多了 我来掩护 你先撤退 不 我不撤 我来掩护 你们撤退 不行 革命离不开你 你们一起走 我掩护 你们撤 来人 来人 快走 再来脱走 放开我 死略 放开我 死略 放开我 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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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我 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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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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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来不及了 快走 冲啊 死略作病 死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听听 这枪声怎么越来越稀疏了 张大人 再过一会儿你就听不到枪声了 为什么 这些革命党搞得叛乱被我镇压下去了 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 斩草除根 斩草除根 对 凡是必缠白毛巾的 无论男女一律格杀勿论 凡是身上有枪伤的 哪怕是送到医院里 一律逮捕 好 听你的 要关门拿吗 别动 关门兄弟 我没动 我没动 你们客算来了 我们是一家人 这么多枪 不是革命党是什么 误会了 误会了 我是李准将军 派来的作探 误会了 误会 我还是皇上派的作探呢 告送 李将军 叛乱算是平息了吧 基本平息了 依你看 我们下一步 最需要做些什么 继续搜捕 藏匿在百姓家的革命党 将其捉拿归案 打入死牢 对 不过 在我看来 这都不是最需要办的 张大人 您认为 什么才是最需要办的 一 收集战果 上报摄政王 为李将军 请功尽绝 张大人说的对 二 向中外报纸 通讯社 发布消息 广州瞬间平息了一次叛乱 击毙活捉革命党 数百人 黄思量 大姐在楼上 好 宗瀚 宗瀚 黄先生 你怎么了 你受伤了 受伤了 没事 没事 来 坐下 我给你爆炸一下 这伤得这么重啊 没关系 上药吧 黄先生 黄先生 您看 您看谁来了 克强 赵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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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啊 克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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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先生 快把他扶过去 来 慢点 来 小心 克强 克强 黄先生 克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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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药吗 没有 快想办法 快 黄先生 克强 黄先生 快 好 赵先生 帮我把他嘴掰开 赵先生 克强 开枪 赵强 跟我来 赵氏 收到我的殿报了吗 收到了 当时 自刚来碎的莫班船 已经开了 我和汉民 只好于夜间 摔倒人 雪丰 两百余人 另找船来碎 但是 待我们第二天早上 赶到广州城下的时候 才知 居然失败了 汉民 汉民 还好吗 当时广州城门禁闭 汉民只好率同志们返岗 我因殿后迷了路 所以只好坐船来到南岸 于是我想起了徐大姐的联络站 你我才得以相见呢 陈九明 胡医生 要雨平三路选风 为什么不按命令出兵 只是我一路选风孤军作战 他们都曾经给我发电文 诉说了 未能按令出动的原因 可是 这一切都晚了呀 如果按照我的命令出动 不止那种张明期 已经成为我阶下囚 而且全国人民 都会为广州 起义的胜利而欢呼啊 克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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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雄 英雄 哥 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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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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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来电了 是不是说广州起义失败了 你要挺住 咱们还有下一次 我知道 我知道我们必须还有下一次 因为每次失败我都这样告诉自己 我们还有下次我们那么多年轻人 那么多死去的年轻人 多好的同志 还有海外的花轻人 他们 我对得起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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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信的是电报里有四个字 刻薄展规 先生 这是什么意思 黄心自克强 赵生自薄仙 汉民自展堂 也就是说 我对三位同志幸免于难 那其他同志呢 都安全吗 雄克武 何克夫 朱志欣 他们栗战群敌从城里冲杀出来 死里逃生 那林觉民放生洞还有余佩伦呢 难道都牺牲了